謝謝兩位 Rose跟榕福 他們都是小兒麻痺患者 現在去餐廳不只是吃飯 也是一份使命感 要為行動不方便的人 先來看看餐廳環境 門口的寬度會不會太窄 能不能讓輪椅通過 桌子的高度會不會太低 能不能讓他們舒舒服服的用餐 這些小細節一般人根本不會注意 但特派員可是張大眼睛 再為餐廳的友善程度打分數 我會開動線 所以這樣的通道還算OK 這樣的通道算OK 這個城市是由交通大學 眾社會企業團隊所開發的 也是全世界第一套 生長人士專用的 友善環境行動調查工具 到目前他們已經調查了 台北500家餐廳 接下來還希望拓展到其他縣市 讓生長朋友可以到更多地方用餐 但是該怎麼去呢 2009年台灣出現了第一輛多福接送專車 也是全國第一家公司提供專業的輪椅接送服務 之前台灣只有公辦民營的富康巴士 在做類似的工作 不過限制特別多 像是規定只能載送有生長手冊的人 而且還不能跨縣市接送 很多病患臨時有需要去醫院 卻叫不到車 這樣的痛苦 多福接送的創造人許佐夫 又切身之痛 多年前他的外婆不小心跌倒 因為沒有生長手冊 被富康巴士拒絕了 與其去抱怨政府的不足 不如我們自己出來把它做好 既然要做 他就想做到最好 還不惜重金添購最昂貴的配備 也因此多福接送越做越好 服務的項目也越來越多 後來他開始做起無障礙旅遊 讓生長朋友出遠門 不涉嫌 因為我們沒有拿政府的補助 所以我們可以隨時帶乘客跨縣市 進行無障礙的旅遊 充滿機動性 也沒有任何限制的多福接送 讓老人 孕婦 幼兒跟生長者 可以隨時隨地去任何他們想去的地方 而友善台北餐廳APP 讓輪椅族或是推娃娃車的媽媽知道 去那裡用餐可以通行無阻 原本是社會上比較弱勢 被忽視的一群人 因為有了這樣充滿人情味的服務 讓他們活得更有尊嚴 就算行動不便 生活也能 多采多姿 記者謝安安 蕭凱瑤 台北報導